这个当时由于这个足球的非常普及呢 他在民间就专门就出现了这个踢足球的这个社团 我们今天就是说这个群众团体 他这个社团特有意思 他有名啊 这名都载入史册 他叫什么社呢 他叫奇云社啊 不是德云社啊 就是奇云社比德云社还高 他们能把这个球踢的高飞入云 云齐平 所以叫奇云社啊 这个足球啊 是圆的 所以呢 这个奇云社呢 又称为圆社 奇云社的会员们呢 又称为圆友 你像我们现在德云社的那个会员都称之为什么呢 钢丝是吧 钢丝 所以要入奇云社啊 就是当年在宋代 你要想这个进入这个奇云社的组织 你比今天进德云社还麻烦呢 要拜师 给师父送礼 或者送钱 然后呢 还要送薛袜 你知道过去啊 人的这个财产 跟今天不太一样 今天我送你双球鞋算什么呀 和过去送双鞋 那鞋挺贵的 然后还要去设酒席 宋代人生活很好 就是那种生活状态非常悠闲散战 所以呢 这些新人一进来呢 就是新人会或者说元会 对这个奇云社里的人统称为各位都是原有 这奇云社呢 他还定了好多规矩 他这规矩呢 从这个促居的技艺啊 到比赛规则 运动服装乃至运动道德 无所不包啊 比如他有这样的说法 他说出场要天气 中场要哨水 末场要打散啊 什么意思呢 是指啊 出场你新来的人要把这球锅把气吹足啊 你说这事不简单吗 这事还真麻烦啊 你没吹过我吹过 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喜欢打球啊 那时候踢足球的机会并不多 但打篮球的机会多 那篮球呢 如果有点慢撒气呢 你就是去打球的时候还带着一气针啊 没那时候没有像现在那么方便 说你买一气筒就踹两下就完了吗 没有 那么你去打气 这专门到那个能打气的地方去打 那麻烦 所以就带一气针 带一气针呢 就是打球的时候觉得这个球气不足了 往上一插 把这气针往里一插 然后那一角管的使劲的吹 吹球的时候啊 你这满肚子气是吹不出去的 你身上有多的劲 你使不上 你最累的不是浑身啊 是你这腮帮子 吹完了又来腮帮子酸半天 吹的实在吹不动 就是手里把那软管一捏 直接给别人 别人拿着吹 那时候年轻啊 你小孩也不懂得干净脏 所有人都拿那管来回来去的吹 吹足了 把这针一拔 又开始玩 玩的不行 那时候再扎着再继续吹 反正玩一天吹一天 所以这吹气我是吹过啊 就是不像你想象那么容易 所以一定让新人干这个事 都是老人欺负新人 这是一铁绿 古今中外都一样啊 中场为什么要烧水呢 它那球场不像现在 现在球场都是草地 你没这事 过去那球场都是土场子 就是踢的一定程度呢 浮土太大了 暴度狼尖的受不了 所以怎么办呢 就哨上水 就淋一点水 让它这个压压沉 墨场为什么要打散呢 就是最后 你要收拾这残局 别人踢完了 扬长而去 该洗澡洗澡 该喝酒喝酒 下来 您呢得把这些地方 该收拾的都收拾 所以这就是包括 把球放了气啊 把气放了以后 把球收起来 这就是当时秦社的这个 这个规矩 这种规矩呢 其实他都把它 这个套成了行动准则